老将军所言不无道理也 蔡则似乎并无难堪 语气惊人的平和 然老夫之心上天可见 整肃相府非为他图 为其心正雷电风行也 相府远蜀观多事年迈老历 虽宫中能事 稀乎力不从心 孰能奈何 老夫用人成事为先 为其能事 外举不必愁 内举不必亲 何计处乎烟乎 若无开辟心正之心 老夫何须多此一举而 虽则如此 蔡则以邦国为重 若有失察而任用不当者 老将军之名 老夫当即牵职令任也 车轴转得快也 四车树掌老营奔 点着竹杖 揶余地笑了 既然说到了丞相一事 老臣不想再绕弯子 索性明话之说 刚成军 于气度 于总揽全局之能 皆不堪为相 老臣建言 太子父吕不韦 任 开辅成相 诸位 斟酌了 此言大谬也 相府大立席 有人突兀 锐声一喊 一个中年蜀官 揪揪挺身 刚成军 大有相德 外举不必愁 内举不必亲 大功之志 何错之有 上将军 与老四车 不问所以 为座诸心之论 大非君子之道也 我等之见 秦国丞相 非刚成军莫属 赞同 秦国丞相 非刚成军莫属 相府大立 齐声一呼 且慢 老太使令 摇着一颗双血白头 冷冷一笑 诸位 既以春秋 齐黄阳之论 辩护于刚成军 责难于两大臣 老夫 诸位于两大臣 外举不必愁 内举不必亲 齐黄阳可谓公矣 此话 乃孔子对齐黄阳之赞予也 呼伦论之 却是无差 人 天 有介拢 事 有定则 若不就 实论事 唯以此化作任用 私人之盾牌 戏弄 史书也 齐黄阳之公 守在公心 次在公身 其实 齐黄阳 治氏 居家 治身国事之外 举人为以才干论之 与自己无赦 此 未 公身也 公心 于内 公身 于外 实能 真 公也 若 众臣在任 举人用人 关乎己身 唯以私人裙带 任用不属 却要说 内举不必亲 外举不必仇 成所谓 甲其公 而 既其私 何有 真公也 戛然打住 并没有涉及 丞相人选 大臣们不禁 又是一阵惊愕 相府大力中 一人操着厨语 愤然高声 义事 非论史 吕不韦 不能败相 吕不韦速来 非议 秦法 秦政 贬斥 商君 主张 霸兵 西战 此人为相 王秦之祸 便在眼前了 此言一出 举电 骇然 大臣们 对吕不韦 毕竟 生疏 谁也不知道 吕不韦 平素 有何正道 主张 今日有人 能在此等隆重 朝会 公然举发 一口气 列出 三庄秦国朝野 最厌恶的 政见 何能空穴来风 一时人人不安 只想看 吕不韦 如何辩驳 此说 何正 清晨习老廷尉 突然冷冷 插问了一句 相夫长使 高声道 吕氏书简 多有流传 在下有物证 老廷尉 淡淡一句 老夫能否一官 但为秦国朝臣 谁都知道 这冷面廷尉 勘验物证的 老道功夫 当即有人 纷纷呼应 当请老廷尉一官 过着老廷尉 发眼 我等信服 好 信得老廷尉 众口纷纭之际 相夫长使 正要从腰间 文带取物 一粒突兀高叫 谁个朝会 带书简了 我等又没事先预谋 要得物证 三朝后 我等自会上城了 另一粒 立即接道 没有物证 敢有说辞吗 列位大人要听 我当店 背将出来 我也能背 背 公义有公道 大力门 大力门 纷纷呼应 昂昂然 嚷成了一片 反啦 老四车数长 一声怒吓 竹杖直指 相府立作席 这是大朝 胡乱过 造个事 没带物证去取 岂容得你等 此黄信口 老银奔 原本王族猛将 秉性爆裂深沉 怒吓之下 震慑得 愤愤嚷叫的 大力门一时 愣正无措 大殿顿时 一片肃然 蒙奥 冷冷一笑 将一卷 竹简 哗啦摔在岸上 老夫有预谋 收藏有 吕不韦 三简 圆简 百余条 你等拿来 两箱比对 全将驴简 做骨本 请老廷尉 当殿 见识真伪 冷正格慎 快去拿来 四车庶长 又是一声怒吓 拿便拿 相府长使 一咬牙便走 回来 蔡泽突然站起 吕声一吓 装而不无 尴尬地淡淡一笑 此事 无需纠缠也 老夫入寝 与吕不韦 相交已久 今日 同殿为臣 为一相位 破言绝交 成可笑也 老夫决议 退出 争相之局 退隐临下 以全国政之河 往今上 与朝会诸公 明察也 长须一声落座 毫无计较之意 殿中顿时 恶然 恍然 纷纷然 长须声 议论声 喘息声 滋滋嗡嗡 交织一片 冷若冰霜的萌傲 与怒火中烧的 老四车庶长 突然打滑 一时有些无所适从 正在此时 一只漠然端坐的 吕不韦站了起来 拱手向王座 向大殿 一周还礼 从容笑道 刚成军 既有此言 吕不韦不得不说几句 承蒙天意 吕不韦当年 得遇公子而始入秦国 刚成军 不弃我伤吕之身 慷慨垂交 吕不韦 使得为秦国效力也 论思义 不韦自认 与刚成军 甚是相得 师叔久期 盘缓 不舍昼夜 论公事 不韦与刚成军 虽不相同属 然各尽其责 互同生气 亦算鼎立同心 今日朝局 设计刚成军 与吕不韦 人或为之 争相 不韦 不敢苟同也 朝会议相 乃国事议成 人人皆在 被议之列 人人皆应 坦荡面对 人 为臣功 犹如临终万目 为代国家 良才而用 用此用笔 臣义之 均决之 如是而已 被义之人 相互视为争位 若非是非不明 便是偏执自许 若说相位有征 也是才得工业之征 而非一己私欲之征也 前者 为公征 为以朝义上义 决之 后者 为私征 难免凭借 权谋而图胜 今 刚成军 无征 吕不韦 无征 为朝义 分征之 视为公征 非全谋 私征也 既无私征 何来 征相 吃局 稍一喘息 吕不韦 转身 对着上座 菜则 凯然一拥 刚成军 无须律集 破言绝交 自今而后 无论何人为相 无论再朝再也 不韦 仍与军 盘缓 如故 自当 如此也 菜则 菜则不得不勉励地笑着点头呼应 这一番侃侃 巍巍 朝臣们使则大感意外 继而又是肃然起敬 举殿肃然时 老廷尉又冷冷一句 书简之事 可是空学来风 吕不韦 坦然应称 时有其事也 不韦 少年修学 喜好为文 却曾写下若干片段文字 后入商旅 一场待在身边揣摩修改 二十年前 这些书简不易失散于商旅 不韦从此不再执笔 大力所得 或正是当年失散书简 杨全军突然插进 如此说来 阁下对秦法秦政 确实不以为然 有不以为然处 吕不韦 坦然从容 自秦变法强国 至今已过百年 山东六国 无日不再非议咒骂 不再抨击挑剔 不为山东小邦人士 少年未闻 难免附会世俗 时有非议秦法秦政处 后来 吕不韦 以商旅之身 走遍天下 最深感 山东六国之论 多为荒诞不惊之恶意诅咒 自当弃之如碧驴也 然以今日为正目光看 其间亦不乏真知灼见之论 譬如 当年墨子大师之 奸爱说 孟子大师之 仁政说 今世 荀子大师之 王道说 君对秦法秦政 有非议处 非议之要 在责备秦政 施之于科 若以宽政计之 则秦法无量 秦政无量也 平心而论 吕不韦 敬重秦法秦政根基 然亦认为 秦法秦政 并非万事不一之 金科玉律也 何谓法家 求辩图强者 为之法家 治国如同治学 为求真知 可达大道也 何谓真知 庄子云 得道之之 谓真知 何谓治国真知 能具民 能肃力 能强国 治国之大道也 去秦法秦政之瑕疵 使秦法秦政 合乎大政潮流 而更具大政实力 有何不可 若因山东六国 咒骂之词 而摒弃当改之错 无异于背弃 孝公商君 辩法之初中也 不亦悲乎 吕不为粗重地喘息了一声 眼中有些潮湿了 不为 严禁于此 杨全军 与朝义 诸公 若以此 为非秦之说 夫妇和言 随着回荡的余音 举殿大臣 良久默然 是啊 夫妇和言 杨全军们 最想坐实的罪名 吕不为一口应成了 非但如此 还给秦国提出了一个 前所未有的大难题 秦法秦政 敢不敢 要不要应时而尽 实在说 这确实 才是一个开府丞相 要思虑的治国 大方略 然则对于秦国而言 这个难题太大了 也太犯计了 散朝 营业人淡淡一句 起身 离开了大殿 没有人挺身建言 要坚持一个子丑 尹卯出来 朝臣们都默默散了 天上纷纷扬扬飘着雪花 脚下的大青砖 已经激起了 粗糙的雪斑 灰色的厚云 直压的王城 一片朦胧 分不出 到了甚个时辰 然则 谁也没有说一句 天气如何 谁也没有为 京东第一场大雪 喊一声好 一片茫茫雪雾 笼罩着一串串脚步 匆匆的黑色身影 淋淋隆隆的 弥散进 无边无际的 混沌之中 朝会之后 一个月 是秦国碎首 就是二论 碎首并无 天象推演的 立法意义 各国碎首不同 并不意味着 人们对一年长短的 划分不同 无论 合月 坐碎首 一年都是 十二个月 碎首之意义 在于各国 基于不同的 耕耘传统 生活习俗 与其他种种原因 而做的一种 特异纪年 用今日 观念考量 可视为一种 人为的 国别文明纪年 譬如后世 以九月 作为学年 开端 以七月 作为 会计年度 开端一样 只有 专业的意义 没有 立法的意义 碎首之药 在除旧 不新 这个新 因旧的不同 而年年不同 去岁秦国之旧 在于 连藏两亡 新军朝会 又无功而散 新朝诸室 似乎被 这个寒冷的冬天 冰封了 临近岁首 竟还没有 开章之想 朝野都在 纷纷议论 都在揣测中 等待着 那道起碎的王叔 其实 秦国民意之风 虽不如 山东六国 毫无顾忌 却也比后世 好过了 不知多少倍 新朝会 议政的方方面面 早已经通过 大臣门客 六国商旅 郡县立元 城乡亲朋 传遍了 咸阳市井 传遍了 村舍山乡 所有消息中 最使人 怦然心动的 是 顾命大臣 吕不韦的 宽正寄秦说 朝如此 也如此 臣如此 民如此 咸阳王城如此 山东六国 亦如此 此时的吕不韦 静静地 窝居在城南庄园 吕不韦不入朝 不走动 不见客 只买手书房 当真窝冬了 各种流言 经济为老执事们 从从流到吕庄 吕不韦只是听听而已 淡漠的令 直视们 大是困惑 一日 西门老总是来报 今日山东 士商多来拜访 均被他挡回 今日来了 上商房的 魏赵 齐楚 四国大商 说是 专程前来了结 那年商战的 几件余事 已在门外 守候一日 实在难以拒绝 吕不韦淡淡笑道 老总是只去说 吕不韦不识实物 铁心是琴 虽罪亦安 说之无异也 西门老总是颇是惊诧 他等却是原先那般大商 不是六国密实也 春秋战国之事 几层有过不与国事的大商 老总是只去说遍了 不要受他任何信件 西门老总是惶惶去了 片时回转说 大商们文言一阵恶然 默然散了回去了 自此门户清静 山东客再无一人登门 眼看遂守将临 这日暮色时分 西门老总是又匆匆进了书房 说上将军府家老求见 吕不韦一白手 不见 你只去说 吕氏之事与老将军无涉 西门老总是匆匆出门片刻回来 说 蒙氏家老只留下一句话 要先生务必保重便走了 吕不韦淡淡一笑 又买手书案去了 入夜 大雪纷飞天地茫茫 吕庄书房的灯光一直亮着 先生 有课夜房 吕不韦看看神色紧张的西门老总是 几多时辰了 此时三刻 没有报名 蒙面不明 多有蹊跷 请他进来 非常之气 容老朽稍作不暑 无需 刺客 民心也 民要我死 该死也